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我很喜欢管 其实不喜欢放权的人就是管理不了东西的 是吧 是 就是管理不了东西 即是深恐恶疾 我首先要表白一下 其实我是一个很懒的人 即是如果可以放 放就放到底 所以不过 但是放很危险 所以就要有程序 放权 今集就正式讲放权 之前那几集整天都叫你管管管管 就是在放之前 你要知道细节 先严后松 先了解国情才能够去授权 上次也说过 你要知道你的下属 你要懂得他们的优点 缺点 强弱 好了 今集正式讲放 我正式讲放的时候 我又要跟管理人士讲一讲 你是不是真的捨得放 你捨不捨得放 如果你不捨得放 我就宁愿不放 因为为什么呢 你放一半不放一半 是很严重的 很痛苦的 是的 下边工作的人也很痛苦的 因为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做管理人呢 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叫经验 我们都是一些有经验的人 有经验的人就会有一个问题存在 很多时候用他自己的经验就来去 化成真理 是 化成真理就认为下属如果所说的东西 或者所做的方法 是违反他的经验就觉得是错的 于是又要糾正他了 有些老闆最坏的 我很开放的 大家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 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怎么才是下属的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你傻吗 你这样做 所以我说 在放权之前 管理人要问自己 你有没有这样的胸襟 你会不会给你下属一个犯错的机会 而且这个所谓犯错的机会 不一定是他错的 可能他的方法是和你的方法不同 如果你自问 没有这样的胸襟 我觉得你不如一管到底 就不要放了 于是所有的同事 就按着你的意思做事 全部的instruction 给得清清楚楚 或者未尝不是一个办法 但是很痛苦的 很痛苦的 你就变成了你做不到管理 还有做到管理 一个的 就是管不了多人的 完全管不了多人的 你会变得很忙 可能你的下属要处理十件事 十件事都是非常清晰的instruction 你真是死了 留下厕所 先要割门 然后进去 在厕所里没有人 然后坐下 还要拉个厕板 还用完事的时候 隔数之后 拔死压 老人 没有空去 这个很好比喻 如果你是一个根本就是一个这样的管理人的时候 你很可能就需要给一个这么仔细 仔细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的instruction 方权不会是这样的 方权是什么呢 方权是什么呢 刚才说了 方权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容许你的下属 用他的方法去做事 那么这个方法 可能跟你用开的方法不同也好 你要给一个机会去试 所以方权的意思是你真是什么呢 譬如说那个人是一个 你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将来 可以再上一层的机会的时候 你要尽量给他 由整件事的统筹 以至到方法给他试 这个才是放权 否则放一半不放一半的时候 反而会导致下属无所适从的情况 还有你说放一半不放一半 那个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放前一半不放下一半 还是每一件事都一半半 大家很混合不清 那个下属就很难跟 所以通常我们说放权 作为管理者是什么呢 首先你讲清楚你的方向 你讲清楚方向 讲清楚你想达置的目标是怎么样 然后跟着中间那样东西 你就尽量不要管 尽量就交给他做 这样就叫做真正正的放权 因为如果你不放权就糟了 因为那个人很简单 我进到厕所里面 我说死了 只剩下一格 厕纸 现在没有四格 那怎么办 他就坐在那里了 为什么你今天去厕所里这么久 我还没出到你来老闆 因为只剩下一格厕纸 你说要用四格 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说 是的 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是放一半 不放一半 你令到下面的东西 那些人就会觉得 这件事可能又要问你 那件事又要问你 你到最后 你又变成了根本 你就没有轻松 其实真的 我们上一集都讲了 为什么管理人会这么值钱呢 就是管理人 管理人要做一些重要的东西 叫做决策 可能是叫做一些 很多时间要来做思维 搞通一些东西 但是如果 你是放一半 不放一半 的时候 到最后你的下属 就情愿 就什么都问你 什么都问你 那就一定 保保无状法 好了 现在放权两个字 那怎么放法呢 我们下一集 欢迎再来 跟大家分享 好